好,我現在先用Zoom來起始一個會議 那我來新增一個會議 新增了一個會議之後 那可以邀請與會者 待會我先把相關的設定把它設定一下 例如說,這個我進入全螢幕好了 然後我在分享畫面這裡呢 我來做一個螢幕的分享 然後按共享 那共享之後呢 我再來設一個新的共享 然後用iPhone、iPad這個選項 然後按共享 那除此之外呢 我就開始在我的手機這邊 來做螢幕鏡像輸出的選擇 那我就可以選到Zoom 這個選項 好,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我選擇了以後呢 我的螢幕畫面就進來了 那我就可以選Live Face 這一個 那它的IP Address 192.168.0.105 那我就可以來做設定 然後把設定到另一個軟體上 然後我可以用切換的方式來選我的這個軟體 然後我的整個Plugin的Motion Life 我要把它打開 然後把Live Face的這一個 做一個連結 然後做Review 那如果按空白鍵 目前你會看到我的整個臉部的表情 跟我的這個手機目前正在連動 那我如果把我的這個 繼續共享這裡 我把它打開來 然後呢 我把這個 拉到旁邊來 那我來做同步化的錄製 希望說在整個螢幕截取的過程裡面 可以把我的聲音我的整個畫面 所有的串流全部都 可以把它錄製在一起 好 那我接下來就是 看看我到底這段影片有沒有錄製成功 那我現在來停止共享 停止共享之後 我的整個 Live Face可以把它關掉 好 然後我把我的這個畫面 回到推出全螢幕 然後結束這個畫面 結束會議 好 然後回到我的 這個cancel掉 回到我的這個 PowerPoint的螢幕截取的程式 我把它按 會不會太遠 我現在就從虛擬 去拍下的 你